小萌 花姐你说 什么 小萌发烧了 好 我马上回家 我们先回家 开快点 好的 颖哥 花姐 小萌怎么样了 发了一天的烧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吃了药它也不退烧 一直咳嗽 你说怎么办啊 不行 这烧烧太严重了 得马上去医院 那我马上去叫小光啊 好 你故意不吃药 多大年纪了还玩这种把戏 走 我不要你滑 我不要你滑 你放我下来 呼 吸气 笑一声 我 先别说话 吸 呼 他高收不退 我怀疑他有肺部感染 他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麻烦周总回避一下 萧医生 检查完了 麻烦你出来一下 推上药吃了吗 吃过了 可是也一直没见好 放心吧 你的病没有那么重 我给你开的药 记得带回去吃 萧医生 你就让我住院吧 我真的很想住院 可是你的病 你的病不需要住院 就算我求你了好吗 我真的很想要住院 拜托 好吧 那你就留院观察三天吧 周总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刚刚打过退烧针 病情已经稳定了 不过 还需要在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留院观察 有这么严重吗 肺部感染 如果不及时治愈的话 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让小萌留院观察 是为了让他尽早康复 萧医生 你是刚到盛海医院不久吧 我的确刚来盛海医院不久 不过我相信以我的医术 去治疗小萌这样的病情 应该完全不成问题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只负责他一个人 能这是 但是 我会跟院长交代 让你专职负责这个病人 想必周总 应该有什么要求吧 要求很简单 就是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周总 这是医院不是监狱 我作为医生 我没有资格去干涉我病人的自由 小萌之前遇到过一次绑架案 我相信你也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 我们不得不防分 我知道 小萌现在这样的身体 也不适合来回走动 我会盯紧他 让他不会出病房 同时也不会让别人打扰他 好 那就麻烦你照顾他了 周总 我还有一个事 想冒昧地问一下 小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看他不仅身体状态不好 精神状况也很糟糕 这好像 不是你应该关心的氛围吧 小萌是我的病人 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要为他负责 你不觉得这种关心 有点过头了吗 既然周总什么都不肯说的话 那我就只能去问小萌吧 小医生 你是不是觉得当医生的生活 也得太无聊了 想刺激一点 周总平时管理集团 想必一定也很忙 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告辞 你看一下 这个床的病人要多关照一下 两个小时换一次药 嗯 好 我知道 es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我是小萌 我来看你了 妈妈 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这段时间 你一定很辛苦 对不对 妈 你别担心我 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坚强勇敢地去面对 以前 你就告诉我 只要心里有爱 就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我一直记着你的话 并且一直让自己 努力变得更坚强 可是你看看 你看看你呢 你却一直在逃避 妈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把真相都告诉他们 你没有做那些事情 他们不相信 我相信 只要你肯醒过来告诉我 我相信 我相信 小李啊 半个小时之后 再去给三床的病人测一次 好的 如果烧退了的话 点滴就可以 好的 好的 小萌 你觉得好点了吗 你是不舒服吗 我好多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 这样 我下班之后再来看你 你早点休息 小萌呢 他 小萌去哪儿了 他 喂 保安室 你真不能叫保安 我不是什么坏人 我是小萌的同事 我叫乔真 这位小姐 我不管你是谁 你要再这样继续胡闹下去的话 我立即报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小萌只是想去看望他妈妈而已 他妈妈就住在透湖病房 我知道 叶思荣 那 你不叫保安了 是不是 湘是那样吗 你还不是他吗 你也不叫他 你不叫保安室 你也不叫保安室 我 你不叫保安室 你会儿的话 好了吗 我 род本事 你也不叫保安室 我一个好厉害了 让我看见你 不要到处乱跑 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我也不会怪你的 可这是为什么 她是你妈妈 你完全可以通过医院 申请家属探护 艾尹不让我来看我妈 而且你也知道 这整个医院 都是盛海集团的 我没办法 只能偷着跑来看我妈 所以说你生病也是故意的 对吗 是 是为了看你妈妈 小毛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你妈会更担心你的 不过这件事情 我暂时不会告诉别人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配合治疗 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不要再做傻事 那这件事 你会替我保密 我是一名医生 我只关心我的患者是否能够康复 你妈妈的事情 我也会帮你想办法 还有 不要再把药偷偷地扔掉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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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